江議市政府維新教育和地方工業館合作 邀請六零雍中世代開啟到六零Podcast新鋒條 一年兩天在在有事青年實驗室基板新副發表會 透過現代團博科技和洋頂部的生命告示 江議市長安民會在16個親自告典為老大人在加油 還參加在節目的錄音 安民會強調 江議市政府結合到各界主管進入社區提供到科技學習的確定 應得頂部接過社會交流 證明年輕人做得到的六零世代也行 江議市時尚老人OnAir新歌店一年兩天 在在有事青年實驗室基行新歌發表會 透過現代一團博科技 分享頂部的生命告示 市長安民會在16號也親自告現場參觀為老大人加油 而且又親自參加錄音在到現場的歡呼聲 2022年那一年正式疫情到爆發 可是我們智邦工藝館 李執行長我們自己的女兒 她沒有停止腳步 她想的我就是要趕快做 我在這個時候也許Podcast正好 可以讓我們的長輩能夠訓練之後 甚至還能夠跟外縣市或者我們在地 我們可以遠距離的一個分享跟交流 跟幼兒園來做交流 我想這是長輩跟幼兒 這是可以說是老幼共享 共學的那一種經驗 這實在讓我們覺得很感動 今年它更不一樣又再提升了 讓我們Podcast時尚老人也叫做時尚老人Podcast 風青春叫做小青春 我看到這裡他每一個來到這裡 每一位老人家他們都與時俱進 那種進步跟時代的結合 而且把自己的能量挖掘出來以後 我想時尚不是帶著就是他很不一樣 真的是每一個人很不一樣 但是所謂的時尚是說 他能夠跟著時代進步 挖掘自己的能量 跟大家分享有更多的一個互動 為期兩天的新歌電話 當時有時尚咖啡師林家珍 和民眾分享泡咖啡的體驗 還有生命告示 時尚老人說告示 請祝共有體驗活動 Podcast做體驗 共有少時接含日秋色到晚點點 學員的生命告示 還有精彩的新歌壓批 也在現場東部報仇 由剛才在這幾年台北 最大眾百萬相中的 導演黃秀儀 拍生紀錄片 對這次去的點選收看 細心新聞 就頂屬黃秀儀 到議期 彩虹報道 再講吃和玩樂 探索世界 您準備好了嗎 旺TV YouTube頻道 帶您網路漫遊 深入嘉義 最在地的美食 最及時的新聞 最感動人心的故事 只要滑動手指 全部完整呈現 現在訂閱 還有機會參加我們的 抽獎小活動哦 馬上拿起手機掃QR Code 一起加入我們吧 不是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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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